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身在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两天前才下令停飞鱼鹰机 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在也跟进 暂时停飞现有的鱼鹰机 鱼鹰机是倾斜悬翼飞机 因为离合器一再发生故障 美国空军就特别下令了 整支机队52架全部停飞 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宣布 暂时部署在千叶线的鱼鹰机 也是全面停飞进行体检 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Omcron四季内的情间 有采集了成年人的 总共2400多份的血液样本 那么在抗体中发现了 其中的210人可能感染了Omcron 而另外有可能高达56%的人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确诊了 严格结果显示 缺乏确诊意识可能是因为 新冠肺炎快速传播的主要因素之一 作者就希望说 要改变大众对疫情的态度 只要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 就要立刻做快筛 全世界最年轻的领袖 是今年才36岁的芬兰总理马林 那么他最近有一个狂欢的影片 外流到网络上 因为跟他过去 这个形象有一点差别 也先起讨论 保守派以及反对党 就质疑马林是不是有吸毒 他坚称自己完全没有碰夺品 决定要接受要件证明自己的亲爱 分兰美女总理马林 抵不过舆论质疑接受要件 重申自己绝对没碰到 他因为一支狂欢影片 引发渲染大波 扫手弄姿随着动感舞曲摇摆 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林穿着火辣 和身旁五名朋友一起对着镜头狂欢 其中一人拿着酒杯对镜头干杯 超嗨派对似乎还有 加上酒精催化 如今又有新影片外流指出马林 和一名男子在夜店搂抱亲吻 风波越演越烈 引发保守者和反对党猛烈批评 认为马林有失总理风范 甚至有吸毒的可能 但还是有大批民众力挺 认为保友私生活非常正常 现年36岁的马林是全球最年轻领袖 有别于以往政治人物马林思想新颖 像是认为一周只要工作四天 鼓励出席同志游行等等 亲切形象甚至明星 对此马林表示自己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对于影片外流感到非常不舒服 对此纽识评论是一大警示 而华尤则分析若不防范有心人士 可能将会有更多隐私外泄 记者蔡新城报道 什么东西都要涨价了 现在荷包可能要大师写 大阪的环球影城宣布从10月底开始 票价调涨将近1万元日币 让不少消费者说哇吃不消了 那么东京迪士尼从去年10月调涨 票价的时候是采取价格的浮动机制 同时将淡季的价格往下调 将旺季的价格有提高 这样子逆上的操作 让东京迪士尼就算提高票价 民众还是很愿意买单 不论是东京迪士尼还是大阪环球影城 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充满梦想和欢乐的乐园 疫情爆发前也有许多台湾人转程去玩 但是近期官方宣布票价又要调涨 大阪环球影城在日前宣布 从10月22号起 成人一日卷最贵的价格 从原本的9400日元 调涨到9800日元 儿童票也涨200日元来到6500日元 让不少民众爱好有够贵 官方解释因为10月下旬 有超人气的万圣节计划 才会将票价调涨 而且大阪环球影城价格采富冬制 会有淡季 评级 旺季的差别 官方会依照淡旺季制定出每日票价 最便宜的价格只要8400日元 而这种价格浮冬制 其实东京迪士尼已经行之有年 东京迪士尼乐园去年3月起 在涨价的同时首次导入价格浮冬制 将成人单日门票价格最高定为8700日元 最低定为8200日元 去年10月再度调涨价格时 将成人单日门票价格提高到9400日元 而最低票价则下调到7900日元 一差就差了1500日元 虽然票价乍看涨价 但是消费者可以选择在票价较低的平日入园 假日排队压力也因此获得减缓 让游客入园后能一直维持幸福感 而不是在大了天下排好几个小时的队 并失去耐心 除了主题公园之外 其实日本许多地方 例如游泳池 餐饮行业 甚至投币式自助洗衣店都采取价格浮动制 只要在晚上9点后食用就打7折 除了分散客人之外 店家也表示希望借此能稍微 对日本紧迫的电力做出一点贡献 可说是一举两得 记者 廖云综合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